前首相敦马哈迪透过司法挑战政府再度碰钉子 敦马质疑政府在国家银行炒会案黄委会里安插政府前首席秘书西迪哈山 以及首相署立商特工队联合主席苏子文上诉高等法庭 结果吉隆坡高庭星期四驳回了敦马的挑战 认为这项决定不能经由法庭挑战 换句话说西迪哈山和苏子文将继续出任黄委会成员 至于马哈迪代表律师哈尼夫则表示将寻求敦马指示 再决定是否上诉 敦马一口咬定西迪哈山和苏子文既是黄委会成员 也是朝外会案特工队成员 所以不具备中立立场影响审讯公信力